创世纪第八章 七日,方舟停在亚拉拉山上,水又渐消,到十月初一日,山顶都陷出来了。 过了四十天,挪亚开了方舟的窗户,放出一只乌鸦去,那乌鸦飞来飞去,直到地上的水都干了。 他又放出一只鸽子去,要看看水从地上退了没有,但遍地上都是水,鸽子找不着落脚之地,就回到方舟挪亚那里。 挪亚伸手把鸽子接进方舟来。 他又等了七天,再把鸽子从方舟放出去。 到了晚上,鸽子回到他那里,嘴里叼着一个心凝下来的橄榄叶子。 挪亚就知道地上的水退了。 他又等了七天,放出鸽子去,鸽子就不再回来了。 到挪亚六百零一岁,正月初一日,地上的水都干了。 挪亚撤去方舟的盖观看,便见地面上干了。 到了二月二十七日,地就都干了。 神对挪亚说,你和你的妻子,儿子而父都可以出方舟。 在你那里繁有血肉的活物,就是飞鸟,牲畜和一切爬在地上的昆虫都要带出来,叫它在地上多多滋生,大打兴旺。 于是挪亚和他的妻子,儿子而父都出来了。 一切走兽,昆虫,飞鸟和地上所有的动物,各从其类,也都出了方舟。 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,拿各类洁净的牲畜,飞鸟,陷在坛上为繁迹。 耶和华闻那心香之气,就心里说,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,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,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种的活物了。 地还存留的时候,驾塞、寒暑、冬夏、昼夜就永不停息了。